我妈这几天还跟我痛说当年革命家史 我跟她聊起很多我认识的比较厉害的人 她还问我 你做到现在有没有认识比较厉害的朋友 你现在都跟哪些人一起合作 她就想知道你的朋友圈 你说你好像很红的样子 你到底认识些谁 然后我说了一下 然后她又问我 她说你在上海有没有靠山呢 我说有什么靠山 我们白熟七家 小本生意靠什么山呢 她说可是在娱乐圈没有靠山活不起来呀 她又跟我说很多那种小道消息 比方说什么中国好声音的某某某叉叉呀 都是因为是谁谁谁的女儿 谁谁谁谁的好朋友才起来的呀 她说你这也没有靠山 你在娱乐圈怎么混得走呀 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公平竞争 法治社会 哪有那么多靠山不靠山的呀 然后我妈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 她说乐视老板你认识吗 我说我知道啊 甲阅请问不是欠钱跑路了吗 她说谁说的谁说的 她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老板 资产好几百亿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很厉害的 你认不认识 我说我知道她 她不知道我 我给她打过广告 她说哦 你还给她打过广告啊 她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 我说啊 我说你还可以介绍我们认识 她说是啊 她说过个朋友路好总嘛 说你进娱乐圈可能还是 还是用得上 她说你不知道甲阅情很厉害的 赵薇都要看她的脸色 我说是吗 她说是啊 赵薇看那个什么 甲阅情的脸色 打乐视广告嘛 我说还有这种事 赵薇不是自己本身就很牛逼吗 什么相亲啊 然后我说 你怎么介绍我们认识 谁在说相亲 我靠人家大我四十岁 怎么相啊 然后我妈是怎么介绍的 她说甲阅情 我还记下来了 这一段太长了 甲阅情的老婆的外公 是我舅妈的哥哥 这一段是我就听她口述记下来的 所以没有错 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她说甲阅情的老婆的外公 是我舅妈的哥哥 大家有没有那个比较厉害的人 帮我说一 帮我计算一下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种关系近不近 可不可靠 她说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那边见到我舅妈 还是要尊称一声阿姨 都是长辈 对我还大一辈 因为我是老妖嘛 我辈分虽然 我年纪小 但是辈分高 可能人家还要尊称一声 发解 很近了是吧 雪浓于水 我也觉得 很近很近 我有靠山了 以后出门就 就说 陈一发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 你可别惹她 老婆的外公是舅妈的表哥 舅妈的哥哥 不知道是亲哥哥还是表哥还是长哥 雪浓于水 什么 我是 贾老板的表哥吗 表姑 真的吗 我还会被猪连呢 我可啥也没 做呀 我可是很本分的一个人 来找我讨战 不不不 没说我的钱都在斗鱼 还没发给我呢 你们先找斗鱼 哎呀 她说 她说当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煤 就做煤 然后才让某某某搭上某某某 从此飞黄腾达 所以这个没人呢 是非常的关键的 我说现在社会 哪讲这些呀 所有人的那个地位都是由自己的 自身的实力决定的 因为这些都已经太老套了 她说 你不懂 这还是很关键 哎 有防管还给我发来这个 我的妻子的妈妈的爸爸的弟弟的女儿 叫什么 叫唐姨 这是什么呀 亲戚冲户计算 还有这个东西啊 哇靠 厉害了厉害了 没想到 稍后